我们也必须承认就是说 外交是内政决定 大国外交尤其是内政决定 而现在的情况 我们的内政方向是相反的 知道吧 美国人认为我们的内政向左转 他的内政向右转 这个时候外交的作用就很小了 美国曾经是 就是很自信的 很宽容的 很大度的 很幽默的 我84年开始多年年生研究美国 到现在36年 我80年代接触的美国人 就是这个性格 很可爱 很幽默 你骂他没关系了 知道吧 今天美国真变了 因为他家内部矛盾非常多 他很多问题没解决好 然后家里矛盾特别多 矛盾多的结果是什么呢 就美国性格变了 变得不自信 敏感 自私 排外 这个 说一个 老百姓容易懂的话 就美国如果做一个个人的话 就进入更年期了 我们改革开放40年了 成就非凡 综合国力上来了 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 但是我们也有代价了 代价就是社会的风化 其实我们今天社会风化很厉害的 利益非常 非常多元 利益多元导致的一个结果 就是 政策上不同意 就是观点很冲突的 然后现在就有一个后果 就是 就是咱们中央 今天想回到30年前 小平同志的韬光养晦 实际上做不到 很多老百姓不干嘛 知道吧 也就是说 我们外交受到的内部牵制 也比以前大 美国现在这个领导人 特朗普先生呢 他不靠谱 是不是 他本身就很奇怪 他用的人比他还奇怪 所以这个团队啊 很难跟他打交道 他政策老变 无法预测知道吧 一个人无法预测 你没法跟他谈判呢 对不对 他今天承诺了 明天反悔 就是说 这个签约就没有意义 17年12月18号 美国国防部发表了 四年一度的 这个国家安全战略报告 这个很重要的一个报告 两党都参与的 这个报告里面呢 就把中国的定位变了 原来他们把中国的定位 叫做有缺点的伙伴 现在的定位 是第一战略竞争对手 是吧 这就麻烦了 从这一天开始 其实中美关系的性质就变了 以前是又竞争又合作 但是现在就是以竞争为主了 中美就进入了四季大博弈